不繁榜 神的百姓 不繁榜 神的百姓 也何妨 祢將這聲交給我們 讓高高的身體 不屑心 直到我們 感見福西 神的百姓 今天早晨 讓我們揚起我們的聲音 求神開啟我們的心眼 開啟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敬拜在禱告的當中 可以來遇見祂 求祢開啟我心眼 主求祢開啟我心眼 求祢開啟我的心 我要看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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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祢開啟我心眼 求祢開啟我的心 求祢開啟我的心 我要看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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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祢 求求祢開啟我的心 求祢開啟我的心 求祢開啟我的心 我要看見祢 我要看見祢 求求祢開啟我的心 求祢開啟我的心 我要看見祢 我要看见你 要看见你被告知 昌显在你荣耀的光中 浇灌你爱和能力 我们唱Holy Holy Holy 要看见你被告知 昌显在你荣耀的光中 交换你爱和能力 我们唱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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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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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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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见你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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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已被告去 掌浅在祢榮耀的光中 教官祢爱和能力 我们称Holy,Holy,Holy 看见祢已被告去 掌浅在祢榮耀的光中 教官祢爱和能力 我们称Holy,Holy,Holy 祝求祢开启我心眼 求祢开启我的心 我要看见祢 我要看见祢 祝求祢开启我心眼 求祢开启我的心 我要看见祢 我要看见祢 主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造成我们渴望看见祢 主要求祢打开我们的心眼 主当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要求祢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主要求祢赐我们受教者的耳朵 主要受教者的舌头 主要让我们今天听见了祢的话 也学习行出祢的话语 谢谢耶稣主要求祢开启我们的心眼 主要让我们看见祢是那位圣洁的主 主要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祢的面前 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 主要求祢今天早晨再次用祢自己来包裹我们 主要使我们可以得见祢的容颜 谢谢耶稣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的早上我们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眼 好叫我们今天的早上我们能够得见神的容面 好叫我们今天的早上可以把我们的眼目 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好不好今天的早上我们就一起定睛仰望神 来学习谨慎不惊慌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三到第六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到第六节 圣经这样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门徒暗暗的来问耶稣说 说什么呢 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人啊 对于未来的事情 对于未知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充满了好奇 我们很想要知道 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很想要知道 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有一首诗歌呢 就这么说 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每个时刻安然的度过 我不知道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为明天或转阴暗 许多的事明天将要临到 许多的事难以明了 我知道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领我向前 这首诗歌 其实就到出了我们人的限制 我们都很想要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们知道明天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 而那些事情可能我们都不明白 也都不明了 人很想知道 其实人想知道是好的 因为知道了 我们就能够做最好的准备 因为知道了 我们就能够预备一切 来面对这一切的未知 真言里面圣经这么说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也没有君王 蚂蚁在夏天的时候 还知道要预备食物 在收割的时候 要预备这一些粮食 他说你们这些懒惰的人 要睡到几时呢 还不赶快醒悟过来呢 弟兄姐妹 我们就从这个经文就发现 连昆虫都知道要预备明天 预备后天 预备未来的事 何况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所创造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不预备呢 今天的经文 我觉得门徒问得真好 门徒问说 你降临的时候 世界的末了有哪一些征兆 门徒这么问 就是想要做最好的预备 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告诉我们说 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 我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要冒耶稣的名 说我就是基督 他冒耶稣的名的目的 就是要来迷惑我们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这样子的经验 我们人每一天 我们都会接收到好多的讯息 我们会接收到好多的资讯 这些资讯 其实每一则资讯 都在引导着我们走向 他要我们去的道路 好像今天我们一早起来 我们打开新闻 看到气象 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会下雨 我们就会准备好我们的雨伞 如果我们看到一则新闻 说今天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 患难临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小心 看左右前后 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而我们每一天 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 每一个人跟我们讲的话 每一个人跟我们所说的话 所说的事情 也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影响 也许你今天遇到一个人 告诉你一个很喜乐的事情 你可能就跟着喜乐的起来 可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 指责你这个领带歪了 指责你这个头发乱了 你的心情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要说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资讯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资讯 因为这些资讯里面 有一些是错误的 然而又有一些是正确的 今天的经文说 在末后的日子 有许多的人 会冒神的名 要来使我们得到影响 使我们得到迷惑 这个冒基督的名 表示是真真假假 它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它的本质是假的 然而它要假装是真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来迷惑你们 我知道我们最近这个世界 常常在家里面有些老人家 就会接起一通电话 就会跟你说 妈 我出车祸了 我怎么了 你赶快挥钱过来 我们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个诈骗的电话 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 许多的老人家 一听到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也分不清楚 这个声音到底真的是他的小孩 还不是他的小孩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里面 谨慎是什么 谨慎在原文里面就是要看 而且是要专心注意的看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专心注意的来看 看到底这个发生的事件 听到的讯息 它到底是什么事情 不只是要专心注意的看 还要听进去 看进去 用你的脑来思想 弟兄姐妹 不是所有的话 听了就要进去的 我们是可以思想的 耶稣说要谨慎 是弟兄姐妹啊 我们要用我们的脑 来思考这个到底是什么 不只要思想 还要来察觉 我们要留意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留意 我们听的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要谨慎 我们不要轻忽环境 我们不要马马虎虎 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 好像我们可以知道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神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分别真假 神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分别是非 弟兄姐妹 我们要如何分辨真假呢 我们需要大量神的话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有一个妈妈 她存了二十万元 她到银行去要存钱 就银行员把这个钱一摊开 在算这个钱的时候 就抽出了一张 说小姐 你这一张一千块是假钞 所以我这一张我不能存进去 这个妇人就很好奇说 哇 这边有两百张千元钞 你怎么能够辨别出来 这是假钞 这个行员就说 因为我每天摸上万张的真钞 摸久了 我就知道这个假钞 是真的还是假的 哇 原来能够分别假的 很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需要大量的读神的话 大量知道神的话 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第二个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要惊慌 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 但是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弟兄姐妹 这些风声会让我们感到惊慌 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些患难来临的时候 会惊慌是正常的 惊慌就是因为我们听见了 我们觉得不安 所以我们会慌张 但是我要说 人遇见风让 人听见打仗的声音会惊慌 但是在遇到惊慌的时候 面对惊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选择 患难来的时候 风让来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是要惊慌 还是选择你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 你是要抓住耶稣基督 还是要选择我要继续惊慌下去 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章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也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弟兄姐妹 遇到患难 遇到困难 我们会惊慌 我们会害怕 这是正常的 但是神跟我们说 你不要怕 我们能不怕是因为我们有个确据 是神他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不惊慌 是因为我们有个确据 因为神要做我们的靠山 神要做我们的神 他必且他也应许我们说 他一定会兼顾你 他一定会帮助你 他一定会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 好不好让我们遇见这些迷惑我们的声音 让我们听见这些 让我们惊慌的声音 好不好让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谨慎抓住神的话 让我们用神的话来走前面 分别的道路 第二个让我们不要惊慌 因为知道神必帮助我们 必扶持我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们 天天吃尽他的话 以他的信使为良 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准则 昼夜来思想经历他的话 成为那个变为有福的恩典 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不好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说神我要吃尽你的话 我要领受你的话 一起来祷告 主耶叔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 今天的早晨 帮助我们谨慎不谨慌 帮助我们在祢的里面 主啊知道我们要吃尽你的话 唯有祢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来辨别真假 唯有祢的话 可以让我们来分辨那假冒为善 主啊祢帮助我们每一天 能够切实的读尽你的话 每一天有纪律的来读你的话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谢谢祢的赞美祢 是的主主啊我们向祢祷告 主啊能够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耶稣是的主啊祢也来带领我 耶稣主啊让我在读你的话语的当中 主啊以祢的信实为良 主啊我就知道主啊何为善 主啊我要选择那条道路 谢谢主 好吧我们接着来祷告 我们要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保护引导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经历虽然会经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的恩典 让我们住在神翅膀的硬下 可以不惊慌 因为祂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 求祢保守我们 求祢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能够来经历 主啊我们虽然经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主啊因为祢必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要住在祢翅膀的硬下 主啊好叫我们配不惊慌 主啊因为祢是我们的依靠 祢是我们的帮助 祢是我们的福祉 主啊祢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啊祢保守我们的心 主啊保护我们的脚步 引导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能够经历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祢必于我们同在 主啊祢必在于我们 主啊祢好 是的亲爱的主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淡淡的更多的将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祢的身上 主啊定睛在主祢的爱上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代 或者是特别在今年许多的困难 主啊许多的动荡的当中 主啊我们能够仰望祢的容眠 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 主啊祢对我们全然的爱 主啊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主啊让我们在动荡的当中 主啊不惊慌不害怕 主啊因为祢就是我们的山寨 主啊祢就是我们的高台 主啊我们在今天恳求祢藏我们 在祢的羽衣之下 主啊让我们感受到祢的保护 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真实 就是因着祢的话语 就要因着祢同在 有一个完全的安全感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主我们赞美祢 主在今天的一个早晨 我要来宣告 主祢是与我同在的神 主我要宣告 当祢与我同在的时候 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主我赞美祢 求祢放下那个勇气在我的里面 主使我能够有勇敢 来面对我们新的一天 主谢谢祢 主愿祢是保护我的神 祢是保守我的神 主求祢的圣灵今天一整天来与我同在 主一句我今天能够感受到从祢来的平安 主我们赞美祢 听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求主让我们透过祷告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警醒 不是浑浑噩噩的过我们的生活 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旨意 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 今天的早上我们再次祷告神 说主帮助我们 真是警醒不惊慌的走在祢的旨意里面 我们开口来祷告 好所以说我们感谢祢 好所以说我们谢谢祢 好所以说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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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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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当我们透过祢的话语 透过祷告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要说 我们就紧紧的连结于祢 主我们就不再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 而是我们每一天清楚明白 祢对我们的心意 而且我们每一天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都要更多的朝向祢的心意 而且更多的对起你对我们的呼召 愿你帮助我们 放下一个智慧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再是虚度光阴 而是我们渴望 而且追求每一分每一秒 住在你的话语 住在你的同在中 谢谢主帮助我们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主啊你说我们不需要金黄 因为有上帝帮助我们 你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的百姓 主我们也向你恳求 在今年这个特别不容易的日子当中 主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而不是落入在虚度光阴的过犯当中 而是引导帮助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行出你的旨意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告诉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你必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叫我们不要惊慌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必兼顾我们 你必帮助我们 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让我们站在你的里面 领受这个安全安稳谨慎不惊慌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求你开启我心愿 求你开启我的心 我要看见你 我要看见你 主求你开启我心愿 求你开启我的心 我要看见你 我要看见你 我要看见你